劳资政委员会接下来的重点将是关注中小企业低收入员工和临时工作面对的困难 并对如何提高低薪工友的生产力和工作重组提出建议 政府也将加强同职工总会的合作 让低薪工友了解寻求援助的管道 人力部高级中务次长贺华吉在回答白沙访额集选区议员在那和非选区议员严艳松 关于提高低收入工友生产力和薪金的提问时表示 刚刚开始两年新任期的劳资政委员会将制定措施 协助临时工友找到更稳定、薪水较高和环境更好的工作 赫瓦吉表示政府将和职总合作保护低薪工友的权益 官委议员卡迪卡严和陈奕光副教授则关注职场安全的问题 贺华吉表示人力部和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采取一连串措施 去年我国有60人死于工作场所事故 比前年的73人来得少 人力部也将改进现行的承包商扣分制度 以进一步遏止忽视工地安全不负责任的承包商 新的扣分制度今年7月开始生效 将适用整间公司而不只是某项工程 被扣分数超过规定的公司将不能聘请外籍劳工 贺华吉表示人力部也将成立一个 全国性的重大危险设备的监管单位 对重大危险设备的安全采取综合性规范 让不同行业的业者针对各自的情况制定安全措施